好正值文旦幼产销的高峰期 幼农们也因为赶着包装出货 而未能清零今年度文旦幼评鉴比赛会场 以及参加颁奖典礼 那么瑞确江农会相当贴心 在一早的时候是分别前往金银铜牌获奖的 农民家中来贴红榜 放鞭炮并且庆祝 那么为文旦销售来加取 农民感谢也喜滋滋的说 今年得奖的文旦幼消费者几乎是首刀抢购 目前几乎已经是快清空完售了 文旦幼产季高峰 农民接单应接不暇 瑞瑟湘农会干脆就将 今年度文旦幼评鉴比赛颁奖表扬现场 颁到了每一位获奖的农民家中 农会理事长魏清禾 常务监事罗文藤与总干事黄盛皇 亲自到场贴红榜 然放鞭炮功课 现场热闹非凡 罗峰文旦香又田 雄盖战 欢歌文旦二连霸 雄盖战 给出金牌文旦一级霸 今年度花莲文旦幼评鉴比赛 三号圆满落幕 33位参赛又浓绞交的文旦幼 经由产观学界共组的评审团评评结果 同牌奖分别是方文胜 彭雨璇以及邓文轩 银牌奖依序为杨汝晃 黄桂贞以及部落头目林文晶 竞争激烈的金牌奖则是由林兴宽 罗峰以及郑美竹三人拿下 这次今年的文旦例如比赛 总共有33位选手来参加 有三位选手获得这次的金牌奖 我们今天早上集合我们理事长 常务监事以及总干事 到农友家去贴榜 经过这次的评审之后 我们的评审委员 也是认为我们今年的文旦 整体的品质的部分有大幅的提升 早上去贴榜的时候 这三位农友也都说 他们的文旦又也都销售一空了 所以要吃金牌文旦 可能要等到明年了 透过了评鉴赛事的举办 总干事黄胜黄指出 精进瑞穗文旦又农的栽培生产技术 也将文旦又分级分价 为品质严格把关 农会三巨头一早逐一登门 为获奖的农民贴红榜庆贺 更为文旦又的产销加持 又能感谢也欢喜地表示 由于消费者手刀抢购 今年得奖的文旦又 目前几乎都已经清空 像车金牌文旦的消费大众 明年动作可得要快了 记者是玉兰 瑞穗采访报道 第一次